欣喜啊 剛剛要補充 對 我想要補充 因為其實我就是很喜歡周慧明 然後我看他很多很多的訪問 其實你們要知道 就是他跟倪正談戀愛以來 他都是不斷地被遭受 倪正的背叛 偷吃 港媒就是會覺得說 周慧明在港媒口中 有香港的小女兒之稱 等於說他是受盡大家的宠愛 所以說很多港媒都會認為說 這個男生基本是渣男 這樣子對你 你為什麼還要跟他在一起 那其實周慧明他在訪問當中 他有講到幾個事情 讓他會覺得他跟這個男生相處 可能他會覺得是幸福的感受 第一個他常在講就是咖啡卷事件 咖啡卷就是說他知道 因為倪正知道他很喜歡吃咖啡卷 有一天他回家的時候 他的桌上就擺了 各式各樣的咖啡卷 然後倪正就跟他講說 親愛的 因為我知道你喜歡吃咖啡卷 你來試吃哪一樣你覺得最好吃的 以後我就買這個給你 這是第一個 他就會覺得 好窩心喔 你就是這樣子的寵愛我 把我當成是一個公主的對待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有關於橘子 那橘子他也很喜歡吃 所以倪正永遠就是 兩顆橘子他會幫他試吃 甜的我給周慧明 酸的我自己吃 看在女生眼中又會覺得 這男生好懂我 好貼心 那我覺得最讓他感動一件事情 是因為 那以後我們都把橘子肉給你們 皮我們自己吃 全部都啃掉 對 那我覺得最讓他感到很窩心 一件事情說周慧明很喜歡養貓 他跟我一樣 他把那隻貓取名叫周慧豹 好 那貓跟他相依為命的時候 後來那個貓一定比我們人 還要早走嘛 那個時候倪正知道說 周慧豹這隻貓要走的時候 他說那個時候呢 那個貓咪還在的時候 他每天就拿吸塵器 在地板上吸貓毛 為什麼 因為他想在周慧豹這隻貓走了以後 還有貓毛 那你知道貓毛可以集合起來 可能再會做成一個什麼 紀念品 紀念品送給周慧明 然後周慧明他在二零零六年 在付出的時候 有個在香港演唱會 那個時候在台上 倪正他還打扮 就是穿了那個貓的絨毛的玩偶 然後對 周慧豹的這個姿態現身 讓周慧明就是立刻反照 感到非常的感動 那我心裡就會覺得說 其實人要自圓其說 你肯定要有個動機 所以說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當時那個 倪正他跟大學生叫張毛 就積穩 在夜店積穩 積穩的時候 那時候篇幅很大 港媒就覺得說 好了 因為你是我們香港的小女兒 小女兒 你的幸福 我們也很在乎 總算是要離婚了吧這樣子 周慧明就發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非常的有名 他說呢 我的伴侶指的就是倪正 我的伴侶絕對犯得起這個錯誤 絕對犯得起 耐人尋味 他絕對犯起這個錯誤 就是絕對犯得起 偷吃出軌的這個錯誤 而這句話 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定論 你們其他人都不准講嘛 因為我是他整遍人 就只有我可以說他 你們沒資格 對 都沒資格 那我就心裡就會覺得說 哇 所以他好像 這句話給我的感受是 他很知道這個男生的個性 是什麼樣的爛個性 可能他就花心 可是也許他顧及到 我的動機就是 他確實是滿足我 我對於幸福的一種定義 所以我很願意跟他在一起 所以其實後來 尼正因為二零零八這件事情 雖然說他們十三天以後就 立刻就結婚了 那其實這件事情 尼正他有在新聞媒體面前崩潰 就大哭 說我是溫神 我對不起周慧銘 可是他後來也 因為也呼應了周慧銘這個聲明 他說我們的彼此是不可分割的 就是我再爛 他也沒有要拋棄我 我們不可分割 然後周慧銘再說 他說其實我們絕對不是在 一般人的準則下相愛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題目的 他為什麼不能夠承諾給他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在想說 因為我其實想到我自己 因為我跟我老公 就是當初在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也想說 有個孩子很好 可是我就在想說 當你們兩個已經相處到 某一個很有自己的默契的時候 你們可能淡淡就會覺得說 這個感覺也還蠻好的 那我是不知道是因為周慧銘 他看著這個眼中的男人 他認為 既然我們這個不是一般人的 準則下相愛 那也許我必須要拋開一些 我對於幸福的憧憬 對 就是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就是生小孩 結婚 成家立業 那我呢 我跟你就不要有孩子 因為免得事情變得很複雜 很麻煩 我養毛就好了 可是沒想到 那時候十三天散婚 可能就是讓大家跌破延遲 那個蠻執意要做的 對 黎正一定是傳承 至爸爸的功能 武功高強 不過再請教王醫師 就是說如果自圓期收 顧了會麻痺 或是會患嗎 會累嗎 不行 其實自圓期收 是一個必須要不斷 再加強的過程 因為大多數的自圓期收 都會受到現實的挑戰 你身邊的人多多少少 還是會提醒說 你的認知是這樣 但是這個世界有時候 長得不是這樣 那滴水穿石 各種小訊息 其實多多少少 也會讓你信心動搖 所以除了當事人 要自我催眠之外 你幫忙你維繫 那個認知的人 也要加強宣傳 所以沒有一個宗教 不會定期的辦法 或也沒有一個政黨 不會定期的去做 政治上面的宣傳 我一定要不斷地重複 再重申一些東西 然後你這樣也可能需要 除了貓跟咖啡卷之外 他要每天都去找尋 各種周圍民喜歡的小東西 各種小事情來去告訴你說 我永遠在意你 你永遠都在我心中 懂了 斑鳩一定是他放的 他是截圖的 截圖 在我的觀點 他是很經典的在自願期說 也許大家你們不覺得 會說他本人自己不覺得 但我覺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 覺得他就是 就是我們的永遠東方不敗 林青霞 因為他結婚到現在三十多年了 生了兩個女兒 女兒也很大了 但是你知道嗎 他這個婚前到婚後 因為他的新聞 我們一路這樣跑下來 那改變真的非常非常大 你想想看 世紀婚禮在那個 San Francisco 那個是幾萬朵香檳玫瑰 什麼什麼這樣 那我最記得說當天晚上 我們還出動 我們那時候的王孝蘭發行人 去當裡面的貴賓 偷拍照片傳出來 因為他不讓媒體去 就這樣傳出來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林青霞曾經在事後 他有講就是說 他當天晚上 他是從他們家的門縫 看著外面一排的記者 他就覺得說 哇 我的結婚 竟然這麼的轟動 所以他其實是很享受 在那個時刻 那行李員也給大家都 拍了這麼多照片 然後他也知道 他取得是個天王巨星 之後幾年內 他們其實常常會出來 這樣這樣 挽著手 參加香港很多派對 那個什麼都會去 可是就當他生到老二之後 其實已經漸漸行李員 就不出來了 他們兩個出雙入隊就沒有 那這樣當然就是 傳言會一直出來 婚姻觸礁了 夫妻都不出現 怎麼在香港這個名流圈 沒有人這樣的 然後去問行李員 就說不要問 不要寫 不要拍 要不然呢 聽說啦 我聽香港記者跟我講說 他們禁忌是不能寫行李員 跟林青霞怎麼樣 不然就第二天就 撤廣告 會這樣子 所以他們都不敢寫 他們說你問問就好 我們這邊不能寫啦 那你們要怎麼寫 不管你這樣子 所以就說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這個轉變真的蠻大的 好 後來就傳出來說 這個行李員 因為家裡都是女兒 因為前妻生的是女兒 林青霞生兩個也是女兒 我愛你家的家財萬貫 他的身家大概好幾百億這樣 Aspir的那個總裁嘛 所以呢 上海他有個小三 幫他生個兒子了 就有這樣傳言 傳得跟還有人拍到一個女生 帶個小男孩這樣子 然後就說 就是因為這個啦 不會生兒子 然後所以冒出小三 然後小三呢 已經生了兒子 所以這個兒子 慢慢慢慢大了 要回來啊 以後呢接班了 所以林青霞為了事情 再不高興啊怎麼樣 所以夫妻吵架啊 然後然後這個離婚了怎麼樣 可是任何時候 只要有傳說 離婚了 夫妻不合了怎麼樣了 你去問林青霞 永遠是躲著你 他就不會接受訪問 然後也不會讓你拍到他 也不會講話 所有的閨蜜啊 什麼香港的什麼 失男生 所有人都是封口 就沒有訊息 不知道說 他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 或是說他有任何的回應 都沒有 他也不說yes或no 也不解釋 好 接下來呢 你知道嗎 他開始寫書了 他說從半夜一直寫 寫到 他看到那個門縫 都有光線進來 就是寫到天亮 然後他說小女兒要上學了 塞一張紙條進來 就說媽媽你要記得睡覺 那這樣子不就表示說 他老公沒困在一起啊 哪有可能寫作寫一個晚上這樣 他說他一直丟字子 丟那個丟棚板出來 然後就寫不滿意這樣 所以他第一本書是這樣誕生的 後來要寫第二本 後來要寫第三本 一直寫一直寫 寫故事越寫越多 第一本書裡面啊 還有放一張全家福的照片 他老公啊 三個女兒這樣 第二本沒有放 到第三本的時候 這一次啊 就大家就忍不住了 就是說因為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才沒幾年 那時候有傳說 是一個香港的一個名媛 也是曾經是演藝圈很紅的人 回來台灣的時候就說 跟朋友聊天 不經意聊天的時候 人家就問說林清祥 過得怎麼樣 你們不是好朋友 他說林清祥離婚了呀 就說這個名媛這樣 偷口而出 那是周刊寫出來的 離婚了啊 拿了二十億 就是港幣二十億 那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那周刊就做很大 就那個香港名媛 證實林清祥跟行員已經離婚了 而且就贍養費有二十億之多 還包括那棟豪宅這樣 當下 包括我們要去找林清祥 或者說他的什麼周邊的朋友 會說他最好的朋友 所有人就封口 也是不講不講 但是你知道嗎 最近他第三本書裡面 終於露出這個蛛絲馬跡了 而且他上節目 也親口提到他先生 提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玩味了 他去上節目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點點 就是說你先生 你先生名字可不可以不能講 他說 他說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去探索 我覺得很有深意在裡面 他說那個 我先生為了娶我付出最大代價 這個然後最大代價是什麼 因為他要面對媒體 常常會媒體要出現 女兒都不喜歡 然後他就寫一句說 我是一個禁忌 在他們家他是禁忌 是不能寫他們 是不要說他們的 然後他們又問他說 好 那如果 因為他現在除了寫錯 還畫畫嘛 給你一張畫紙 那你要如果畫你先生 畫你先生 你想要畫個什麼呢 你畫他素描嗎 還是畫一個什麼送他 沒有 一張白紙 所以是不是很奇特 很奇特 非常非常奇特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年輕腳後來就讀了你採 很有哲 對不對 而且這個不可思議 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也是一種自圓其說 你們一直要千問萬問 打破砂關問到底 那我就給你這樣的答案 他為了我付出最大的代價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